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黄启嘉 黄医师好 主持人好 各位相信大家好 我是来自花莲的黄启嘉医师 好 其实气象局今天可是一度针对了高雄和嘉义都发布了大豪雨特报 那么高雄的强降雨导致六个区今天都是停班停课的 那么以食雨量来讲美农在上午九点一度是来到62毫米 非常的夸张 而美农在今天的整体的累积的雨量 日累积雨量已经超过了360毫米了 因此高雄市场韩国瑜在今天不断的增加行程 在下午的时候会特别前往包括桃园区和纳玛下去要来勘灾 那么只不过呢他这么努力在拼事件 还是不断有人在后面要来黑寒 这也让李嘉峰主演在云林觉得非常的感慨 今天还有一个朋友特别跟我说 他说不抹黑就不正常 不抹黑就不正常 我常常开玩笑说 如果手上有枪就直接拿出来开枪就好 你手上有任何的证据直接就拿出来 那这些东西其实对我们书记来讲都是一笑置之 不是 当然会有 有时候我就看他就是体力都一直耗尽 所以困扰的是这么多的事情 让他没有办法专心市政 比如说昨天有人说我们拿了竞选经费 我们去买面膜 我就听了我都觉得听好笑的 那个是捐赠者捐赠过来的 不管是酒还有茶叶还有很多 但因为我们都如实申报 我们都非常诚实地申报 所以大家不要以为看到那个单区以为捡到枪 好 很多人都以为捡到枪 包括了名嘴还批评说 好像他亲自看到说 这个韩市长都不批公文 这也让副市长李四川生气了 他好像是在我办公室上班的样子 什么公文我可以批 什么公文我不能批 难道还要他教我 他用这样的黑 那赚这样的通告会 晚上睡得着觉吗 国家机器很忙 没时间搞他了 国家机器很忙 没有时间来针对韩市长 但是也承认的确是有国家机器 在做其他的事情吗 我想请教一下原知 其实你可以看到 真的现在是包括了面膜 酒都可以拿来黑 说你是不是拿去买 明明是人家捐赠的 没错 先回应一下苏贞昌 苏贞昌说国家机器很忙 没有时间搞他 我跟各位讲 国家机器绝对有介入选举 是谁说的 赖清德说的赖清德在跟蔡英文初选的时候 他就说过国家机器介入初选 赖清德跟几个朋友 在北部的办公室吃一个饭 马上就被人家爆出来 所以赖清德他有很大的感受 所以说苏贞昌你不要讲说 国家机器没有介入这件事情 讲的大家也不会详醒 然后再来苏贞昌讲说 他没有空去理韩国瑜 我想大家回忆一下 那时候韩国瑜去行政院院会参加 参加去争取一些预算 提了五个案子 结果苏贞昌怎么对他 摄影机拿去拍他 然后还故意拍一个低头沉湿的画面 故意把它剪进去 营造说他在里面打混打瞌睡 这国家机器有没有在弄人家 事实摆在眼前 所以苏贞昌不要睁眼说瞎话 那另外刚刚远宇所提到的 这些人把韩国瑜的什么政治现金申报的资料 拿出来随便乱解读 然后就说什么他酒喝太多 乱买东西 我跟各位讲 本来那些人讲说 韩国瑜总共花了44万去买高粱酒 实际上是怎么样 实际上是有一个金门的陈先生 捐给韩国瑜120瓶的高粱酒 他们换算市价大概是4万3000块左右 那这个4万3000块再加上其他的饮料 或者什么姜黄什么什么加起来 全部是44万 他一把接受捐赠也有申报 那捐赠的东西消化完之后 你也要弄一个核销凭证 这全部都是一把在做的申报 结果居然被讲成说 他拿44万去买高粱酒 完全牛头不对马嘴 张冠礼带 这就是大家连黑寒都不做功课 好 再来 民进党有一个名嘴讲说 韩国瑜都不批功文 所有的功文都是李四川在批 我跟各位讲 因为以前我在市政府上过班 讲这种话的人 就是完全不懂得市政府的功文的流程 为什么 因为高雄市政府有三个副市长 每一个副市长各有自己的夜管的局处 比如说假设高雄是有20个局处的话 那每一个副市长可能就管 大概6到7个局处 所以李四川他并不是看到 整个市政府的功文 他只能看到他所管的那几个局处的功文 所以怎么可能是韩国瑜都不批功文 全部都叫李四川去批 那市政府有分层负责 很多文是有的是局长决心 有的秘书长决心 有的是副市长决心 那比较重要的就是市长没有授权的 就一定要到市长那边去 所以我不知道这些人讲这种话 到底是他的根本在哪里 可是我觉得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 高雄市政府一定有内鬼 我为什么这样讲 因为如果没有内鬼的话 请问一下谁会知道韩国瑜有批功文 或者是李四川有批功文 他们故意把这个消息把它释放出去 让人家来打击韩国瑜 所以如果我是韩国瑜 当然我也会觉得很可怕 为什么我做的一些事情 不管是抹黑的或者是说是真的 很多事情都会这样子 功文都这样流出去 就像之前也有人潜入韩国瑜的办公室 五次 然后说要去拿小提灯 明明那时候小提灯都还没做好 那甚至于有的公文还在成河当中 还没有最后确定 从中间就被流出去 然后来打击韩国瑜 所以民进党打选战 打到这样子抹黑 真的是令人觉得很夸张 国家机器一定有介入 那个国安机长 邱国正邱国正我才有生 他本来是我们台中天山部队里长 他跟延德华国防部长 是前后任那时候九号一大地震 前任的里长和后任的里长 所以我们才有互动很好 但是以前我们在那做里长 是刚正不好了 我希望他做国安机长 韩国是中国国民党所带出来 中党候选人希望他要拿出他的骗人 拿出他的家属 把我们的中党候选人过好 现在连续六天 韩国瑜所有行程 都暴露在媒体之下 邱国正国安机长 你一直在出来讲话 一直在主持共党 他以前叫他叫他那种的家属 要把我们的中国国民党所带来 中党的行程安慰保护 不过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说实在话 因为政治现金买酒这件事情 如果真的要拿来检验的话 会不会反而绿营才没有办法经得起检验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是人家称为 这个小英女孩的吴佩毅 在台北市议员选举的时候 她的申报资料有将近万元 其实是在一个叫做酒世界商行的消费 那么另外台南市长黄伟哲 在竞选的时候的政治经费 里面也有12.2万 是所谓的金门酒厂所开出来的发表 所以这个要请教一下我们的郁真委员 我来讲几句话 民进党大概非常不了解 韩市长在金门的支持度有多高 这个比例大概有八成以上 所以金门能主动的捐赠自己家里 通常是自己家里私藏的这种金门高粱酒 给韩市长那时候要选这个高雄市长 大家都被那时候韩市长这种勇气跟魅力所感动 所以大家都自动自发要去支持 包括连这一次 这个这几次在之前在新竹 或者是在台北办各种活动 金门人都自己坐飞机 自己花飞机票的钱来参加造势活动 所以出钱出力 所以这个捐酒这个事情明明就是金门人陈先生 我们家族的陈先生 把他私藏的珍藏的金门高粱酒 捐出来给韩那时候要选市长 韩市长来当做这种可能应酬 或是什么有时候吃饭用的 那这明明就是美式一桩 这是民众的支持 民进党硬要把它抹黑成说 是什么现金跑去买酒 那这个实在是什么多人抹黑啊 人家捐给变成是变成是你用钱去买的 是不是 这个非常不应该 第二个我们刚刚也有看到嘛 不管是我们黄伟哲市长也好 说小英这个吴佩毅的也好 他们之前在选举过程中也是有 这个买高粱酒不是最过嘛 所以选举过程中本来就会有一些 买需要应酬的场合就是买一些酒嘛 那今天怎么会 民进党怎么会这么不治呢 他这样不治的行为一直抹黑 韩国义前卫证明了更代表了 其实民进党心里非常的害怕 他感受到韩国义的支持度是很强 很黏着性很强 是很有支持的很有支持度的 所以他非常害怕 之后什么都什么都没办法 黑白的都可以刷开乱讲嘛 就是事也讲不是也讲 随便乱讲 反正随便乱打 捡到篮子就是菜 结果你看根本就是金门人捐酒嘛 这个非常不应该啦 对 对现在就是什么都反正先丢出来 一坨烂泥巴先丢出来看会怎么样嘛 对不对 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损失啊 好我们来看到这一次把所谓的麻将照给掀出来的这个人呢 他是高雄市议员叫做林志宏 但是这个林志宏呢自己经得起检验吗 他现在拿人家的家庭的这个卫生麻将的照片说指控韩国瑜 但是监察院却记载他自己本人呢 似乎是收受了这个高雄最高档酒店的政治现金啊 原知 对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谁是林志宏 林志宏就是陈菊市府任内的一个 当时在市府做高官的新闻局的主任秘书 那前就是陈菊的市政府里面有好几个人都走不出败选的阴霾 比如说他们的前文化局长颖利 现在一直在搞什么霸韩的运动 说实在这个霸韩根本就是假的运动 因为到明年1月11号霸韩案根本就不可能会成立 结果他们就故意要现在搞 重点就是希望能够透过去伤害韩国瑜 打到打击韩国瑜士气的目的 那林志宏也是他们的成员之一 所以你可以发现林志宏在当市议员之后 就是一直跟他们一直在弄韩国瑜 那一方面我觉得他们也是在自我疗愈 因为他们是输不起 那这是林志宏的背景 那好了 那林志宏为什么最近大家会讨论到他呢 最主要就是他现在好像变成打韩汉将 在总资讯的时候 他就是去问韩国瑜百万小学堂 就故意去问他说 你知道高雄市最北的行政区是哪一个吗 你知道最难的是哪一个吗 你知道哪一个公司拜什么神吗 就故意用这种小学堂的方式 就是在找韩国瑜的麻烦 那我必须要讲林志宏 其实如果你行的证做的职的话 你去讲人家 那人家也不知道原来你有一些不堪检验的东西 就让他现在这一次被人家爆出来 原来他收了高雄最高档酒店的政治献金 原志宏你知道吗 其实他原本不太想承认这件事 我们来看一下他的回应 当时第一次参选呢 我们在计费上也不足 计费上也不足 计费上也不足 您觉得收酒店的钱没有问题 其实我认为他是 当时我们父已有他 我认为他是一个合法公司朋友介绍 对方捐赠的人跟你是熟识 我们这边有跟他联系上 这个人他是我朋友介绍的朋友 他的确是有认识的朋友 好被人追问之后呢 他说是啦是啦是认识的朋友原志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一开始是有点心虚的 因为记者问他说 你为什么会收这笔钱 他说是人家介绍的 然后记者斩钉截铁的说 我没有求证 他跟你认识 他马上改口说 对的确是他的朋友 好那我们就要问林志宏 你在第一时间为什么要说谎 你是不是自己也认为 你收到这笔钱不是很应该 或者是说这个业者 在捐钱给你的时候 你有承诺人家什么 你怕人家知道 所以你不敢承认 那而且但是我必须要讲 我觉得林志宏 他说谎也还蛮面不改色的 他可以再用很稳定的那种表情 把谎言再重复说一次 我觉得第一次当议员的人 可以达到这种境界 也是蛮厉害的啦 那只不过我 原之深感佩服 真的深感佩服 所以我只是觉得说啦 我觉得民进党这些人 常常喜欢去检验别人 但真的不堪检验 就像时代力量的黄杰 每天都在操纵反中情节 好像只要去跟大陆做一个生意 就会引起什么国安问题一样 结果被人家发现自己的妈妈就在赚红钱 我们不是讲说不能够跟大陆做生意 而是你们为什么一方面 自己的家人在做这件事情 但是另一方面 却要把这件事情 形塑成好像多么的不应该 像另外一个绿党的王浩宇也是一样 每天都在针对韩国瑜讲东讲西 结果被人家发现自己家里面也有浓舍 所以你硬要去讲韩国瑜 好 打麻将 就会让我们想到陈其蔓的爸爸去祭州岛赌场 你硬要讲人家喝酒 我就会想到民进党的某一位直辖市的市长 去酒店 去澳门酒店喝花酒 被杂志爆过 那你又要说韩国瑜酗酒 我就想到民进党立委徐志杰 跟他的民进党大佬 也是到酒店里面 夜店里面去谈宇宙大爆炸 所以民进党的人不讲别人 还真的没有办法被人家发现自己有多差 对 总是要提醒大家就对 永远两套标准 大家都同样 永远两套标准 永远两套标准 不过你们不要看 虽然说我们觉得说 拿一个家庭麻将的照片出来 也当成是一个爆料 会不会有点太好笑了 但是最近的民调数据 因为韩国瑜老是陷入泥闹当中 是不是真的受到了一点影响呢 这个是品观点做的大选的最新的民调数据 你可以看到 其实原本韩国瑜和蔡英文的拉距 其实差距还蛮大的 但是最近这个礼拜 它掉到30.1% 那么蔡英文总统 目前在这一次的民调数据当中 看起来是还超过了韩国瑜 有6个百分点 我们想请教一下黄医师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本来母鸡就会要带着小鸡 上前冲去参加立委的选举 但是现在你可以看到 不但外面有人不断地朝着韩国瑜 丢烂泥巴 而且好像蓝营内部 是不是也一阵内乱 导致现在看起来似乎是民调不太稳定 讲句实话 我觉得看到我们国民党内部 所有总统的参选人 在民调之后的表现 让我觉得我对民主政治的一个概念 受到了动摇 因为其实民主政治 也许不是选出最好的人 但是它是透过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制度 用一个机制挑选出来一个被选择的人 那事实上国民党初选或许有很多瑕疵 但是其他的制度可能瑕疵更多 但是它毕竟是一个大家都已参与的制度 那在这个制度下选择出来的人 大家应该齐心来协助他 来支持他 这样对国民党来讲才能够胜选 那我觉得我也蛮羡慕民进党的 他的初选过程 说实话瑕疵比国民党多更多 但他们初选结果以后 他们却能够团结一致 支持他们初选出来的人 不管他的初选争议有多大 那我觉得这一点的话 我希望我们国民党一定要从里头 记取就是从别人那边看到 我们应该做的事情 一起来支持我们初选胜出的人 让国民党有机会胜选 对因为你看其实比方说 像是常常把这个中贞党员 放在口边的王金平 最近他好像也都不提这一句话了 然后最近大家就一直在看 郭柯王到底要怎么一回事这样 其实中贞党员 每个人对这个四个字的见解 可能有不太一样 那我讲王院长本身 他对国民党应该是有一些贡献 但他有很多地方 没有让国民党能够在过去 在立法院里头 有多数的时候能够完成党的一个决议 所以说这个东西 所以说中贞党员这四个字 真的是各自解读吧 一个中贞党员各自解读就对了 OK好 但是在这个时候 其实不要说全部都只关心在这个选举的话题 因为其实基层的教育问题会不会反而对国家的影响更大呢 我们要请玉珍来告诉我们这个很夸张的事情 因为这个我们国民党党团就发现到说高一新版的公民与社会的教科书 怎么好像变成民进党的人物制 是的 这个我们选总统嘛 最重要也是为了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发展 所以现在事实上 这个因为韩国瑜的这个声望高 所以民党一直要打 一直把他的民调要打下来 那大家都没有事实上要把焦点放在国政的论述上面 到底选出怎么样的人对我们中华民国未来的发展才有注意嘛 那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看到民党在执政的这这几年 这想一执政这四年 您看这个早上我们大安区的这个林毅华这个委员 他有开了一个记者会 就是有提到说这个这个高一版的这个公民与社会 这个蓝一版的这个公民与社会 这一本这本公民与社会里面 那个里面竟然都用置入式行销的方式 来行销民进党的这个政治人物 然后里面的很多观念 我看这个从2006年开始 从这个2006年开始 这个从这个教改开始 那时候新克刚开始之后 我们这个中华民国这个教育 这个现在小孩子 民进党有意识 有意识的 有意识要把这个台湾的这个历史改变 就是说改变就是说 以前我们清朝有读到说 要亡一个国一定要先亡他的事 亦亡其国必先灭其事 那民党就现在让我们现在这些年轻的小孩 他们要培养他成天然独的这个概念 所以他就把一些观念都全部改掉 包括我们看这个公民与社会 里面讲到几点 您看看 这有个国籍法里头 就镜头上要看到这一张 这个我们神父国籍法里头 用的是我们这个赖清的 我们赖院长这个照片 里面的照片 全部都是置入式行销 原住民的争取原住民的权利里头 用这个是我们这个古拉斯 古拉斯的这个照片 行政院发言人 行政院发言人 是 但是您想想看 这个争取原住民的权利 有这么多的原住民的社会贤答 古拉斯事实上只做一届的委员 如果说争取原住民权 孔雲基委员 政天才会也做了相当多的事情 那事实上他就是专门 这本教科书不知道是为了揣摩上映还是怎样 政治正确 这个是民党施政仪的结果 你看这里 中央政府的行政体制里头 讲到这个首长这个交接 行政院长的交接 用的是这个赖清德交给苏贞唱的这张照片 中华民国行政院长交接有比更有意义的照片 比如说政党轮替是不是更有意义 政党轮替更有意义啊 你可以用而且像蓝的跟绿的都会有 对嘛 是嘛 我们不要说 我不要说是哪一个颜色变蓝 那政党轮替在政治上 意思大于赖清德交给苏贞昌嘛 是不是 所以这本通篇 通篇以后再做一种自入式的行销 那这个东西会影响下一代这个正确的这种观念 这个政治本来就是 教育本来是百年数人的大忌 本来就是应该让他有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 以前就是不是说 民党以前不是说党政军要退出校园吗 那现在他竟然很这么公开把黑手介入到 介入在这个教育的教科书 而且这本书要用十年 这影响非常深远 这个我觉得大家 可能对以后的民调数字也会有很大的影响 对 他现在就是有意 就是故意啦 故意的在做 民党就故意的在做这种自入式的行销 这个非常不可行 对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说 有的时候呢 人家一直在攻击你的时候呢 爱与包容真的能够解决问题吗 毕秀 民政党就造成活动了 爱与包容 韩国会跟这个时候呢 已经说中国国民党应该取名的孙总统了 是怎么说他在那里爱打的爱打的哈 在黑暗的黑暗 我们中央这些长老 我们中央这些国民党的长老 现在韩国会想让你们出席的机会 什么都没人来带他说的 他在黑暗 我们跟他自己一个个人 但是有事情都他自己出来在打 我想 孟久总统 你第二天的时候 你让民政党打到这样 他一个人会说我是一个老人 不知道我做错什么 为什么大家都罵 什么韩国会有机会 为中华民国 为中国国民党 为我们的国人出一口气的时候 孟久总统 你不是跟国同很好 可以出来疯疯的 中间的道路 要出来带着带着 王金平 王金平 议党我也最尊重了 我做四代的董代表 我都给你抚拳 你是什么 你是什么 像这一天 你应该要不要表达 他要不要 他要不要 他要不要说 国民党 为了你修法 让你议党做得很久 他要不高兴 还要带着带着 国民党没担心 国民党这次 如果没机会 是中国国民党 是中国民国的苦难 不过说实在话 今天有传出一个消息是 吴敦义跟郭台铭 似乎是 有机会要见面了 但是呢 柯文哲又不停地在放话了 他现在说 他郭柯王三个人呢 是狮子老虎 还有一个人是狐狸 到底是谁呢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